李湘家庭相比起来确实很土豪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上期拜托了冰箱节目组中说 一个月生活费7万 同时也曝光了王诗玲所在的国际学校 要知道这所学校学费就20万 相对于一般家庭 那可是至高无上的 在上一期节目中 李湘家庭曝光的同时 也引来各位网友的热议 各种东崇下草燕窝补品 当王佳尔一脸羡慕 偷偷将一个极品燕窝塞到怀里的时候 李湘竟然毫不犹豫的说送你了 一众嘉宾目瞪口呆 所以不难想象的 到王诗玲肯定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而在最新一期的拜托了冰箱中 王诗玲一个举动 却引来无数网友热议 当杀一家冰箱打开 里面有一盒草莓 当主持人何炯问安吉 是否可以给姐姐王诗玲吃食 安吉尔非常痛快的答应 而且还带有一种炫耀的表情 貌似在说 我们家草莓可好吃了 快尝尝 不过当何炯将草莓给到王诗玲时 王诗玲并没有如一般小孩欢呼雀跃 而是凑上鼻子使劲闻了起来 关键不是象征性的闻 而是带有一种挑剔的意味 此时杀意大写的尴尬 何炯此时也感觉到异样 再三让他拿一颗草莓 并说拿这个好漂亮 王诗玲才最终高兴的拿起一颗 网友们对王诗玲的表现完全吃惊 或许是王诗玲平常 根本就不吃这种非常普通的水果吧 也有网友认为 王诗玲没教养 不管是不是愿意吃草莓 或者是否吃过草莓 对于别人的好意都应该感激接受 而不是闻来闻去 令人难堪 不过这确实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 不论是否是在炫富 李湘家境应该是描杀了杀意